五月是什么? 五月是远古民间沉浸五行观念 和帝王巡猎风扇相结合的产物 后为道教所继承 被视为道教铭山 那你知道五月到底指的是什么吗? 五月是中国五大铭山的总称 分别是河南省的松山 山东省的泰山 陕西省的华山 湖南省的恒山 和山西省的恒山 从冬月泰山之雄 西月华山之险 中月松山之峻 北月恒山之幽 南月恒山之秀一说中 便知道五月早已闻名于全世界 五月的说法始建于战国后期的 《周历春观大宗伯》一书中 以血迹即社迹五四五月 因此我们认为五月的思想 是柔和下代商代以来的四方神 和战国初期的五行观念 而形成的山月崇拜 前面太阳 冬月珪 应该